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这次盛会中 穿越火线引发了到场观众的极其反响 把年轻人喜欢的优势数字文化带给了大众 现在的VL带给我的感受就是真实 之前咱们玩游戏都在屏幕上 手怎么动 主标怎么动 画面怎么动 但是戴上这个以后 我的身体怎么动 头怎么动 它的画面才怎么动 让我感觉真是像穿越到火线里一样 这个让我感觉非常的亢奋 很爽的那种感觉 就很开心 台口TGC大会落幕后 2019年12月31日 穿越火线在北京再次落地 穿越火线联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以明日英雄为主题 为CF玩家和军民爱好者提供了一场盛大的体验活动 就是过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 看见这个展馆 就能回忆起自己当初的那段时光 对游戏的话 从小就比较喜欢了 我可以通过游戏和兄弟们一起打打打打打 然后可以一起喊 可以一起创造自己的一个江湖 穿越火线的话 就好比团队竞技嘛 你要跟队友配合 去到最后的胜利 通过一场游戏 我们化解了几次的矛盾 男孩子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CF跟VR的结合 进入了体验感 我觉得这是CF继续发展比较好的方法 来这次活动的话 我是非常开心的 这就是我第一份志愿者工作 我觉得我是一个志愿者 也是一个玩家 也是一个逛展会的人 出来认识了很多人 这里还搞这么多腾讯的那种展会 这是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的东西 因为我是机动主 各个项目部门 我几乎都跑过一遍 就参与其中 我就是门口盖装着来 就可以和他们交流很多 我是物料监委的队长 主要负责就是这个活动嘛 有了一些逸需品 快递小哥到了我们去接货 先拉到仓库 我热爱这方面 在海口的TGC明日英雄基地中 穿越火线联合军事博物馆 给游戏带来了全新军朝文化的体验 我自己也是一个居民爱好者 我觉得这个展馆做得也特别的好 这样正能量的联合 给大家科普这些信息 我觉得非常的好 咱们整个的展馆一圈转下来感觉到跟游戏的结合特别深入 无论是游戏里面的枪械 还是游戏的地形 甚至A点和B点这些元素都能得到非常不错的体现 让我非常怀念之前和兄弟们一起打游戏的时间 游戏的话反而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比如说工作之余 工作上的压力啊 生活上的压力 我们可以通过游戏来减压 适当的玩的话还是比较好的 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在这里体验者可以通过层层闯关的形式 最终获得胜利者的勋章 明日英雄勋章 穿越火线与军博携手 打造全新的VR游戏体验 更唤起了每一个游戏爱好者心中的英雄梦想 游戏的话对我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个江湖 这种峡谷游戏其实在游戏里也有 然后什么兄弟情啊 然后爱情之类的都有 我觉得游戏吸引人的地方也在于这样子 就是它能够给你另外一个形象 在那个世界里扮演另一个角色 就是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 释放自我 我打游戏的时候也曾想象过自己是一名提的枪的战士吧 因为我很向往军人 每天这样的训练 然后为国家做出奉献 就觉得很伟大 很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会有那种感觉是说打完比赛会有一种去当兵啊 或者是上场打仗的那种感觉 是我有梦的过程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在游戏里面就不一样了 当我们的技术足够厉害的时候 无论是个人战还是我们的团队战 我们都可以打出足够漂亮的战绩 挽救整个战局 这让我们感觉在游戏里面都是一个英雄 这就是虚拟世界的魅力 同时也就是我们CF的魅力了 从海口到北京 在明日英雄基地中 众多体验者们体验到了电竞游戏 与军朝文化结合的全新感受 每个玩家的梦想 不会随着大会的结束而落幕 他们心中的英雄梦正在被点燃 为梦想坚持 以达荣耀之边 穿越火线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梦